小宝贝快来看,这是什么生物啊? 大家小心,那是冰陨巨魔,被他攻击会变成冰块的 啊? 迷你世界冰陨生态震撼来袭 这是一个你从来没有玩过的纯新版本 这里有更加真实的系统和玩法 它有全新boss冰陨巨魔的一挑战 是兄弟也接近来看冰陨boss 刚才真的是太危险了 冰陨版本? 迷你世界这次都更新了些什么东西啊? 嗯? 表现这次冰陨版本高新 官方可是给足了诚意 不仅新增了更加真实的温度和天气系统 还有许多冰水相关的新方块和家具 用来做建筑可好看啊 除此之外还有新生物 新武器 新装备 新道具 新植物 新boss等等 一下子都说不完 我还是一个一个来带你看看吧 首先是萌萌可爱的冰陨生物 雪兔 雪兔有点像之前的小羊 它有不同的颜色 白色 棕色 或者白棕色 白棕色只能通过繁殖才能出现 哇 我心心念念的小白兔终于出了 以后我就可以在迷你世界里面养一只小白兔做宠物啦 击败水兔后会掉落兔肉和水兔皮草 这两个东西在这个版本都有大用选 这少 小兔兔这么可爱 你怎么可以打兔兔 真的有病是吧 别急啊 表姐 先听我说 新版本有边缘村庄 我们用兔肉可以顺服村民变成我们的劳动力 而且边缘村民不仅仅会打猎砍柴种田 还会帮我们造房子 什么 村民还会帮我们造房子 没错 我们只要拿着建筑图纸 对着建筑器之使用 天板裁药后 村民就会按照图纸的样子帮我们造房子啦 除此之外 兔肉还可以投挥新生物造糊 他们吃饱后 村民帮我们找出埋葬在水地里的宝藏 一时感谢 还能让藏族给我们挖宝 支付宝到账第一元 哇塞 饱宰了饱宰了 没想到兔子又这么幽幽 是时候购心你们的力量了 都给我变成幽幽吧 哎 表姐 你不是说不能伤害兔兔吗 咳咳 有吗 我什么时候说过了 养兔千日 荣兔一时 养兔子不就是为了这一刻吗 宝藏饿 来了 嗨 说到有宝藏边里就犯疯了 这只毛鸟也是心血缘生物 而且它不需要食服就可以集成 不过要小心 它容易发怒和中植状 好家伙 叫它疯流一样乱撞 好可怕哦 但如果给它喂食哭怪不知 它就快开始产奶 我们又能喝上新的牛奶了 那现在的角落还会产奶吗 怪物方面现在有两种 一种是兵灵守卫 另一个就是寒双野人祭祀 兵灵守卫 在冰原地形上就会伤心 一败后会掉落冰灵精脆 如果是拿着冰棒的守卫 它会掉落新武器冻结棒 小伴们 冻结棒是不是这个 其中目标会让它的温度降低三度 只要我对着怪物使劲锤 是不是能够把野怪却成冰雕 理论上是可以 只要它能扛得住伤害的话 嘿嘿 还真的变成了冰雕耶 对不起 对不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